2022年11月16日 今天沒有上班 然後逛街 無意之間發現了他 Dekka Dekka的造型 見仁見智 應該都是今天出的 我猜的 我用了258元 買了這個回來 剛剛開的 他也算不錯 看看新的 沒有什麼瑕疵 蠻工整的 也算不錯 但是這些位置 就想釋出了街 有點 美中不足 整個新的表現 就一般 因為像這些銀色 他似乎就差一點 但是呢 他的活動 都應該跟以往那些超人 分別都不大 那這隻超人的特色 就很明顯一眼就看到 他是 叫做不對稱的設計 他不對稱的設計 就是手 上手臂 下手臂 肩膀 空頭 空口 都以一個不對稱的方式去製作 那他的特色就 最主要都是整個銀河宇宙的圖案在那個 空口和頭頂 看上去 看上去 我覺得 帝拿 就好像 好一點 因為他太多尖角 太多尖角 就好像 邪惡了一點 那 下身的上色 就好看 就好看 沒什麼問題 藍色就應該是他本身的膠料原色 那 應該是藍色的 那 顏色就 塗上去 那 對眼都 算是幾 通透的 對眼都OK的 那 那 空口 就 這個 Timer 就可以換的 那 他的活動 那 這裏呢 大腿呢 他就說是可以拉下的 但其實 我就不覺得他是拉下的感覺 只不過是他這個 這個叫做 波頭可以 可以 可以這樣 可以這樣 那 你就變成他可以 這樣 那你說是不是拉下 就真的 可圈可點了 那 就算他拉下了 他那隻腳的 動的那個幅度 大腿的那個位置 就不算太 太誇張了 那 就 手臂這個 手的 胡甲 手臂呢 做得幾好 尚算滿意的 這個 不過呢 他手這個位置 就 銀色的油 就出了界 這個位置 這邊就 明顯點 有些 其餘的 其餘的 那些 相色 就背 背 這個位置 就不是很 實 薄的 就會有少少紅了 的感覺 因為 底 這個應該是 原色來的 那 比較薄 所以 都會看到 他本身那個 紅色底 他挺好 藍色 才是 才是 上色的 紅色才是 原本的 那個膠料色 那麼 前後做出來 那個 感覺都 不錯 少少瑕疵 那麼 這隻 今次呢 他就會有張卡 他就 附屬的 這個附屬卡 就是 在 這裡 這張 草卡 那些 遊戲卡的朋友 應該都會比較 比較 叫做 恩賜 那 手呢 一二三四對 加上這個 不夠電的 時間 那 整盒 可以說 只有 那麼多 那麼多 料 連那些叫做 光線的 效果 都沒有 但是 買到 258 還有呢 它這個 不知道 日圓價 就三千 還是 三千多 那 值不值 就很見人見智 還有呢 它的說明書 就變了 在這個旁邊 沒有說 一張 A4 size的說明書 包上去 那 今天這個 Ultra Madeca 的 Fashy Type 看到這裡 紀錄完畢